要求我怎么有人这么恶劣 在入境台湾时不配合填写资料 甚至还不入住检疫旅馆到处趴趴走 台北市有一名男性台商 在3月9号从厦门返台 依法应从3月9号到3月23号进行居家检疫 检疫人员安排他入住防疫旅馆 隔天明镇警证人员到旅馆查房时 却发现该名男子竟然没有入住 然后他从搜赛机场进来的时候 不配合填写资料 现场机场的检疫官 马上协助他入住相关的旅馆 但是我们3月10号 明镇跟警证人员到旅馆去 没有看到确定他没有入住 后来发现他在移民署的 线上应用服务系统里面查到 他在高雄的航空站 准备要搭乘班机出境 所以目前违反规定 试证明确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一百万大账 这也是第一账一百万大账 至于该位台商的姓名 黄珊珊副市长可不可以公布一下 已经罚了我们就没有公布的问题 就是找不到才能公布 我也很想公布 消失 agrade 消失 accomplished 下面 简介 知道